爭議點就是 根據我們瞭解 我們獨家採訪到 當時司機被打的時候 據瞭解他曾經拿手機撥打110報警 雖然當時電話有接通21秒 但是後來他的手機似乎也被搶走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先來看這一則報道 行車記錄器清楚的拍到 2月2號當天晚上 馬基歐一行人來了小黃 快速離開 當時零星計程車司機還躺在地上 不過就在幾分鐘前 衝突發生了第一時間 其實零星問獎有報警 2月2號當天晚上 當時這個零星計程車司機 跟馬基歐一行人發生衝突的時候 第一時間司機是有打電話 向警方來報警 不過只講了21秒 手機就被搶走了 根據警方提供的報案錄音 零星計程車司機 在11點12分25秒的時候 以手機撥打110 告訴警方 我在易仙路跟中校東路這邊 遭到乘客踹車門 還不斷毆打 不過通話時間只持續了21秒 就斷了 10已經有撥通了 那撥通了以後 那個手機就被搶走 被搶走的時候 他就背勒了脖子 然後就過肩摔 那就是在車外 車外的時候又被踹 那腳踢 躺在病床上虛弱的 林姓司機告訴家人 當時他手機被搶了 要報警 話都還沒講完 接下來就被毆打 讓家屬很不捨 被毆打了 也就夠慘了 還要被你們來栽贓 還要來做這樣子的一個 藉口 作為你毆打人的理由 那他們覺得非常的難過 整體事件 包括馬Q跟日本男子 有機龍輝 都已經被列為被告 但不管是誰搶手機 有律師身份的賴樹魯表示 都有可能犯了刑法強制罪 就看檢方如何認定 中文新聞 李東映 李玉喬 台北報導 好 所以這個還原 當時的一個這個事實真相 慢慢慢慢一點一點 輪廓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也為大家整理一下 到底呢 現在呢 這個其實呢 這個當然是雙方的一個說法 之後呢 現在一個爭議點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呢 有沒有系安全帶啊 好 其實四個人喝芒上車啊 這個現在呢 這個最新認定的一個 當時的情況 應該是司機 正後方的女子 沒有系安全帶起的爭執啊 正後方我們剛剛也講到 應該就是Makio 好 再來呢 這個是到底為什麼爭執點啊 現在應該呢 是這個付車資的這個爭執啊 這是呢 昨天呢 這個檢方的 講的一個最新的 他們現在的 問出來的一個事實 當時呢 是說 錢坐著相迎 掏錢要付車資啊 Makio伸手 阻止不讓他付 結果這零星司機揮了一下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一個爭執點 好 再來呢 這個 呃 當然啊 這個剛剛我們聽到 這賴蘇武的說法 他說呢 當時有一女呢 踹車門啊 這Makio下車呢 是踹車門 這是現在呢 這個 檢方認定的一個最新的一個市政啊 而且我們剛剛的這個 獨家也講到 這個司機呢 車上拿手機 本來要打10報警 但是21秒 手機就被搶走 一行人 所以不知道是誰搶的 現在還不曉得 還有就是呢 司機呢 是不是有被痛扁啊 好 我們來看到有紀隆輝呢 現在呢 最新的這個一個市政 應該是呢 他從車內 從後方攻擊 之後又拖出車後 過肩摔啦 又用腳踹胸 踹頭 甚至離開的時候 還辱罵司機哦 所以我們請教一下這個 呃 若宇好了 所以呢 從我們剛剛 剛剛其實一開始看到 Makio在當天開的記者會講的 完完全全啊 似乎 是是 全部的市政看起來 都是說謊 其實你可以從這個地方看啊 分兩個部分來討論 我們先講最後一個有紀打人 那個暴行 我們先 那是最不應該的 你看到前面有兩個問題呈現了 第一個 就是我們新的制度 要綁安全帶的上路之後 發生的狀況 如果今天一個喝忙的人 我想過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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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例子 像桃澤有一次 他上計程車他喝醉了 他根本講不出他家住哪裡 最後被帶到警察局門口 像這樣的乘客 如果他上計程車 他不會綁安全帶 他已經是 他不曉得那個行為意識 他已經不知道了 司機要如何來勸導他 跟幫助他 或者裡面是有一男一女 如果女的已經醉得不省人事了 男的怎麼來幫他把安全帶 這涉及到肢體的碰觸 這第一個 第二個 Makio為什麼會來踹車門 這跟他自己的修養 跟他的個性養成有關 為什麼 我們剛剛講 Makio從小 你知道因為這個行為 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處置的 我們剛剛講 如果這樣安全帶 勸阻不當 可是不是每個乘客 都會做後面這些事情的 但是Makio大家想想看 他以前的生活背景 14歲出來賺錢 從小擔心家庭 母親在日本疑似被 有黑道背景的父親 有家暴的狀況 到台灣來 Makio講過 他14歲開始就承擔整個佳績 所以他現在的這個階段 他的人生階段 他曾經說過 你不要看為什麼他天上通告 都講喝酒 他自己開餐廳開夜店 他是九國皇后 他不想做太勞 因為他太早出道了 他壓力曾經那個單子太重了 他現在覺得 他的人生是一個比較享樂階段 他雖然很年輕 但他已經不是要到那種 還要再拼命的階段了 所以他整個的觀念 人生關係 他已經已經已經 已經耕耘過了 他現在收穫的時候 加上他長期以來在電上 塑造他這種九國皇后形象 他其實講的每一個細節 他今天做的很多細節 他在電上其實都講過 他跟問講 吐人家車子不找錢 揮人家頭 他其實都講過 可是從來以來的社會觀瞻 並沒有認為他是不對的 他一直這個節目收視率好 或大家每個節目輪流講 久而久之 他是不是混淆這個價值觀了 他認為他這樣前面做的事情 都沒有人來認為他錯的 他今天踹個門 他覺得他有怎麼樣 他可能長期來養成 他這樣一個習性 所以我剛剛講 從這個事情看有兩個 第一個 配安全帶之後 你怎麼跟酒醉的乘客 去去 negotiate 第二個 當然每一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為什麼馬Q會做這種事情 他的友人會打人 這當然是非常不對的 但他的原因是 我覺得馬Q 他整個的成長養成背景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這請教這個若宇 我們看到呢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馬幫三姐妹 現在呢 包括這個鴨子 還有這個湘穎這部分 剛剛講到這個 馬Q的一個價值觀 或說你說他這個 這個養成的過程 對 所以呢 這是不是有點呢 有樣學樣 為什麼他那麼愛喝 喝到這樣的地步 是 我相信當然 你姐妹他都在一起 平常大家一定是 性格相惜 才會在一起嘛 我相信鴨子跟湘穎 本身一定在 對馬Q這種這種大姐姐 他的一些經歷 或他的一些 一些目前狀況 他們一定有互相信的地方 一定有值得他學習的地方 他才會跟隨他嘛 那我相信但每個人價值觀不一樣 鴨子跟湘穎還在 還在 還在 還在奮鬥的階段 當然馬Q會告訴他們很多的一些 一些過往的經歷 我相信因為馬Q的經歷 不是一般人的經歷 他整個的成長背景 我們剛剛講到那些 整個的背景 他以前講過 因為我跟他做過一次訪問 他說其實他以前的苦 是沒有人能夠經歷到的 他那個重單的壓力 金錢的壓力 但他現在他覺得 他不要再這麼累了 所以很多人發通告給他 稍微重點通告 或需要他怎麼樣的 他就說這個工作他不要接 他寧願輕鬆一點 因為他其實他覺得 他的單子已經過了 他現在人生不是那個樣子了 那我相信這種觀念 多少會灌輸在鴨子跟湘穎身上 但他們兩個又不一樣 他們是要努力奮鬥的時候 但是偏偏演藝圈其實不是說 你只要一努力就會有一分 跟你就會有一分收穫 演藝圈是一個很複雜 很詭訣的一個環境 那我想在裡面 尤其Makio本身是開夜店 又開餐廳 他又本身跟很多這種 所謂的 你說他為什麼每天要喝 他要去交際 要去跟這些人去維持關係 他一定要喝酒 他的喝酒 變成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了 那我相信他的姐妹 他耳濡目染之下 你說學好學壞 那就是看個人的造化了 那我相信多少會有影響 好 剛剛其實這個肉魚 講到演藝圈的部分 當然非常複雜 而且之前因為 因酒勿勢的案例也層出不窮 我們待會再來討論 我們先進一塊廣告 第三月 黃挺等600多家服務業 都在1111人力銀行找人 2012服務業擴大爭裁 0287871111 只想聽見費玉清 費玉清2012個人演唱會 購票請下07780-9900 寬宏售票系統 全球人受冠名贊助 黃挺等600多家服務業 都在1111人力銀行找人 2012服務業擴大爭裁 0287871111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天電視 紅酒市中施生 紅酒市中施生 顏色 紅酒市中施生 紅酒市中施生 紅酒市裡 i know you come have fun with us come have fun with us ah-ah-ah remember to brush your teeth every day and joe will study hard and pru can open the door to the world 帮孩子找到梦想的关键字 十二年国教关键讲座 时诗中加音英语 秘密麻麻超过八百则留言 这些都是针对 Makio日本友人友记龙辉 殴打计程车司机的谴责 打人事件发生后 不少台湾网友到日本NHK的脸书上 留言希望日本媒体报导 虽然NHK没有理会 但是不少日本网友将文章 转载到知名论坛 引起热烈讨论 有日本网友痛批友记龙辉 说他是日本的耻辱 有人代替他向台湾道歉 还有激动的网友留言 请求台湾直接判处他死刑 不过还是有网友认为 事件的原委还不清楚 应该要尊重台湾的法律 好好调查审理 喝醉酒打人 不只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 新闻还闹上了网路国际版面 这些恐怕是Makio跟来台日本人 有气龙辉 当初撂想不到的 昨天新闻陈士同综合报道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包括有判死刑 当然现在包括了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台湾的网友很气愤 现在日本的网友也很气愤 所以我们几校零零啊 现在以Makio他这个未来的演艺之路啊 大概现在是有非常大的挑战 如果就名义来讲的话 那当然啊 现在大家觉得说 你根本就退出演艺圈好了嘛 对不对 还有讲判刑一大堆 你就不用在这个圈里混了 你都已经搞成这个样子 对 甚至人家压子跟湘瑩 现在在脸书里面 也有那种反压子 那种官方网站 然后我今天上去看一下 密密麻麻的这样子 那当然你说这三个人 演艺事业最近来讲 当然是黑到底了啦 就不用出来 所有通告全部退掉 最好乖乖躲在家里面 不要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样 只是说再下来 就是大家就说 OK那你们要不要上节目 你要不要什么 这市场机制 观众来决定嘛 对不对 制度单位发你 你来没收视率 那自然就不会再请你了嘛 对不对 像我们昨天讲的一样 对不对 你说犯了那么多错的人 陶泽对不对 在酒醉里面 在警局闹的这样子 现在就这样出唱片 对不对 苏珊琪姐都来了 对不对 那你说 那你说更夸张 那个陈冠希对不对 营造风波到现在 一直想要退出 这两天昨天还来跑马拉松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这个 真的是要市场机制来决定 只是以他们这三个来讲 他们当然不希望 演艺世界就此中断 但是现在可能 真的是要低调一点 不请教这个若宇 我们来看到 刚刚我们讲到 这个马帮三姐妹 他们这个到底是 怎么样凑在一起 其实呢 刚刚讲到 包括鸭子还有湘银 他们其实也是 分属不一样的节目 到底他们是怎么样 组成这个三姐妹 或说这个马帮成员 其他还包括 是 马帮丘跟湘银 同一个经纪公司 那鸭子是因为 最大党里面 他从模仿陈欣瑜 后来模仿很多万芳 什么的 也模仿了马帮丘 因为你知道 模仿马帮丘 你要让那个神随 更相近 你要认识当事人 最好方法是 跟当事人做朋友 天天在一起 你看后来 鸭子模仿马帮丘 喝酒那个干一杯 那个多么神势 那就是因为 你要为了模仿这个角色神髓 可能真的要去 聊聊可以到夜店 去跟他喝一杯 慢慢这样就开始认识熟了 熟了发觉个性也相向 而且发觉 我刚讲 因为马帮丘的背景 是很比较特别复杂 因为鸭子跟湘银 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因为家庭背景 都不是那种富家千金 都是自己要很苦出来经过 像他们两个人 在有名之前 都经过很长的时间 湘银做这个小助理的时候 小磨 待过很久 鸭子也是 鸭子的外形 当初是没有人看好的 所以他们更能体会那种 就是说 一出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那马帮丘这种 马帮丘这样的一个姐姐 马帮丘也不属于那样型的 马帮丘本身的背景 也很 那个精力也很坎坷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们是相互相吸引的 他们有类似的这种状况 那这时候马帮丘 更能够当他们大姐姐 他们是比较能够心服口服的 我补充一下麦麦讲的 其实演艺圈是这样 大家看众议大哥大大姐 大家旁边一定有一群人 一定有一群杯B咖 A咖的生命永远有B咖 为什么 因为B咖希望借助A咖 也许说 你这节目里面拉我一把吧 带我去演演戏吧 或者是说 这个反正我跟你出去 吃香喝啦 昨天我跟哪个A咖出去 干嘛干嘛的 对 他会觉得说 第一点鱼有容颜 第二点鱼帮水水帮鱼 所以才会造就说 为什么鸭子相迎 他们这么喜欢跟马帮丘在一起 当然马基尔为人海派 这也是众所皆知 其实除了香迎跟鸭子之外 何嘉文 王思佳 丁晓晴 也是马帮的成员之一 但是因为他们各自都 比较有发展的顺衰点 所以变成香迎跟鸭子 跟马基尔在身边 跟比较久 尤其是鸭子 他简直就叫马基尔 叫主人 对 我就把他当神一样再看 可是呢 说真的马基尔对他们也很好 为什么 因为马基尔在 最近才出的那张唱片 夜店里面 MV里面 他也请了香迎跟鸭子 一起上去演出 共襄盛举 那你说这个B咖 为什么要跟A咖在一起 由此就可以证明吗 当然也让大家不能谅解 就是啊 这个你那么姐妹那么多 妈妈 妈妈妈在这个生病的时候 你还趁这个时候呢 去夜店玩啊 当然让大家还是不太能谅解 好 跟着我讨论我们先进广告了 咖啥 咖啥